像我们家的这个田螺一直就是老配方 就是老唐萨的味道 我们其实就是家常的这个调料 没有什么比较复杂的东西 没有那种很纯细的味道 你说一吃你七八天你都问不了那个味 那得吃个什么味啊 今天就是我们第三车 我们一车一万三千斤 我看一样的都不一样吧 因为这个每个单子不一样 就代表着每一家的这个收购不一样 现在到田螺的外车吧 这个框一框就能养一顿 我们现在有十四个框了嘛 我们田螺拖回来以后先清洗 然后再进行一个三天的养殖 这个田螺的宝宝就已经吐出来了 一时吃到有感觉有沙的部分 其实就是田螺的宝宝 就叫做宝宝嘛 这都是我们当地的螺 我们为什么要用当地的螺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水自豪 我们的自然水啊喝着都是甘甜的 我经常有很多朋友到岳阳这边来 他喝自然水 他觉得比跨前水还好喝 我们都是通过小龙虾清水池里面浑养出来的 因为湖北湖南它都是鱼米之乡吧 我们这边的田螺肉感也好 包括它的这个田螺的品质也好 都是有保障的 这个检螺机相当于100多号人检 而且它的整个力很高 能达到1999 我们这个机器啊一次可以洗衣盆 这个机器的原理很简单 跟家里的这个洗衣机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达到360度 五水角清水 我们这边人工筛选啊 主要是把一些螺坏了的 不完整的 大小不符一的把它筛选出来 其实吧田螺这个行业真的很简单 它就是要不停的清洗不停的清洗 去掉养殖的上面吧 这款清洗就要一天 所以说田螺这个没有什么成立的 就是洗 洗就完了 那你干了多久了呀 我是第二代人 我岳父这边干了有十多年了 但是我只干了三个多月 哈哈哈哈 这个是菜油 菜籽油 这个是摄料油 这样混合用的话 它吃起来它的香味就更好 你每天都加炒吗 就这样炒 每个都加炒 每个都加炒 每个都炒 哪怕每天2万斤3万斤 我们都要这样炒 哦 这样炒的话才有呼气 就像酒店的炒菜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普通的调料 这个如果红油炒 这个里面有姜的什么的 这是我们炒水一个碗的烧炒 这一锅里炒多久啊 这一锅里炒多久啊 这很多层 都是直接在锅里面煮的 我们哪怕你每天3万斤的话 我们就去锅一锅 这一锅里的螺材加炒 这一锅里的螺材加炒 这是连带包装 像我这一锅 二锅里够三四个人吃 看看 螺帽和螺尾豆 我去了洋三天洗一天 你看看 它这个每一个都洗得很干净 这是老床上口味 辣不麻 不像四川的少田螺它麻 它是不麻 辣 要现辣 味道特别好 吃田螺 只吃头 不吃尾 里面都得干净 就没有田螺宝宝了 尾是不要吃的 我每天在家 尾都吃掉了 只有尾 尾不要吃 现在又缺了戒烟了 这个买回家 它是冷藏的 要拿出来用开水 预热 预热过 再稍微加热点 要是 假如你要感觉到 盐有点大 你加点盐 对于我来讲 吃盐正好 湖南的口味和安徽口味 基本上相似 这个不能直接吃 要就是热下 要凉吃它不好吃 要加热太美味了 只能指绝对